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 今天我们在网上买了一个这个静电胶 就是这个维修台专用的这种静电胶 把这个桌上收一下,把它铺在上面 到时候再拍视频的话 看起来就干净一点,整洁一点 我们来看看吧 就是这个东西 刚拿到这个包裹 我们把它抬看一下 这个玩意不好拆 因为又不能用刀片画 把里面这个胶垫子划破了 所以说拆了一会把它拆开了 我们把它抬看一下 然后这个这边是绿色的 这边是这个黑色的 然后它这一层薄膜需不需要撕 这个我也不清楚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我买的是这个两公分厚的 这个质量还可以 感觉 然后这里送了一个静电夹子 好静电的线 到时候我们把这个铺上面 这个上面 用这个远梯件的话就看起来比较清楚 感觉还可以 我们等会来把桌子收拾一下 然后把它铺上去 好我把这个垫子刚才放到这个外面 晾了一个 因为有个味道 我现在把它敷起来 我买了这么宽一点 因为它没有刚好我这个桌子这么好的尺寸 所以说我就买了一个 它的一个样品尺寸 然后铺上去 刚好这一块 这一块地方能盖住就行了 里面这里可以放点仪器 就可以了 我们先把我们的可销电源放入这个位置 然后挖用表 这就可以很好 以后就很好的 这个给大家拍了个视频 然后以后给大家多拍一些 这个实际维修的视频 这个垫子还可以 然后它就还送了一个 送了一个静电手环 这个东西没啥用吧 这个以前我们在工厂上班的时候 经常用这个东西 这个静电手环 因为我这个没有接地线 就没有 就不用这个扎 不用带这个吧 因为反正没有接地线 所以说就没什么用 这个还可以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从上面往下面拍这个效果 这是从上面往下面拍 这是一张图纸 我们高一点 然后这个万用表 看起来都很清楚 这个元件啥的 看起来都比较清楚 比全桌子要好多了 今天桌子又小 然后又没有 上面没得成这个防静电胶 所以说我今天做了一个升级 感觉还可以吧 好 这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继续接着剪这个电路 我们下期视频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就会让我们下期视频 来看看